选前金门上一机场跟水头码头 都涌现大批的返乡投票人潮 小三通的船班更是在当天几乎全满 然而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之下 12号下午金门上一机场 发生一起陆配返乡投票 因为60元的车资跟小黄司机大吵 元月1月1号就已经调整 就已经调整机费率 从水头过来一路跳过来 返短乱路这样一路跳过来 都已经360了 然后他要下车前我跟他收车资 他一直跟我坚持要300块 是变成这样 然后我没办法 我只能请警察来 因为我是按规定按表计费的 我不是嘴巴乱喊价钱 小黄司机表示这名陆配 是他从小三通的码头 载到的第一个客人 没想到因为不付60元的车资 而闹上了行警所 小黄司机也很无奈的说 金门计程车从1月1号就开始改为跳标收费 他跟别人也是一样的照标收费 金门行警也呼吁 民众要上车之前要问清楚车资 以免引发纠纷 我们下车的车资